NBA胡人队 提供了一份两年约300万美元的合同 其中第二年未非保障性合同 目前阿连本人正在考虑是否重返NBA 其实阿连想重返NBA打球之新人尽皆知 他也曾在两年前无限接近于签约胡人 但是当时胡人队开出的合同实在是没有诚意 因此双方最终没有牵手成功 两年过后 一间连虽然年龄有所增长 甚至是已经处于职业生涯的末期 但是其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并且很职业和自律 想必这也是胡人队时隔两年后再次对其开出合同的根本原因吧 众所周知 一间连早年间就有了闯荡NBA的经验 想当年在雄鹿队也是一个妥妥的首发球员 现在去到胡人队 他不用长时间上场 也不会存在体能问题 胡人给他的定位只是各角色球员 做好角色球员的本分就可以 按照现在一间连的能力和状态 他完成能够胜任 胡人队在休赛期重金挖来了詹姆斯的加盟 现在既是必要向总冠军发起冲击 虽然想要颠覆勇士队的王朝很困难 但是胡人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许机会的 面对NBA总冠军的诱惑 以及同展姆斯的并肩作战 在不考虑金钱的前提下 阿列难道真的不会动心吗 阿列难道真的不会动心吗 阿列难道真的不会 humb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